大家好,今天就帶大家來逛逛我平時上學的地方 這裏就是George Brown College的Waterfront Campus 我平時就在這裏上學 這裏是我們的餐廳 平時跟同學的時間都很迷 有很多東西吃,有薄餅、壽司、熟食 通常最多人排隊就是那邊的餐廳 這裏是我們做工貨或聚餐的地方 有些人在吃東西或休息一下 這裏是學生會的辦公室 是Waterfront 通常我們都不會來到這裏 我們平時如果想找學生會的人 說一些關於健康 或是其他活動的話 我們通常就會去E-mail他們 又或者打電話給他們 那因為呢 其實就是 現在裏面都沒有什麼油 我們會去E-mail他們 想要不要做工貨 是他們的餐廳 對 我們會想要做工貨 那邊的餐廳 這裏就是最低人大級的地方 這裏是有地玻璃 懷疑又比較空階 樓益都很高 所以我們平時會在這裏 可能上網上網站 或者休息、吃飯 其實都會在這裏 所以要有地玻璃 放在這裏 打招呼 然後放在這裏 那裏是可以的 那裏是有地玻璃 用這個玻璃 這裏是我們的藝術 這裡其實是漂亮的 也挺安靜的 在這地方可以看著湖去溫宅 我覺得這間學校也是很新 而且很漂亮 沒有些地方我覺得很殘舊 而且給學生的設施和配套 我也覺得挺足夠的 例如除了健身 做建築物 例如藝術 或者是我們休息 或者餐廳 其實我也覺得是這樣的 最主要是Waterfronts 最吸引的地方是湖境 因為陽光很充足 還有很多落地玻璃 所以會令到讀書都會開心 然後現在上課 其實我自己的課是hybrid 我每個星期是網上課 一個星期是in person上課 但是我其他朋友 或者是有識的人在這裡讀書 都是看program的 他們全部都是每個星期都要回來 其實都已經沒有了疫情 那時候的restriction 就是resume 變回normal的上課 你覺得其實讀這些program 學生應該要怎樣去選擇 他自己想要的program 應該由campus選起 還是他要看看自己的時間 看看他到底是hybrid 還是imperson上課會比較重要 如果George Brown的話 其實三間campus 都是在down town area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要因為campus去選擇 因為好像我這個program 他本身是在聖金 這個campus 但是他大火 然後他又未做得及 暖氣設施 就不可以讓學生冬天用 所以我們這一科的人 就全部搬來Waterfronts 所以其實我本身都不是在這裡上課 所以如果學生因為這個地方去選擇的話 可能會失望 因為他真的經常都轉 因為我本身說來Waterfront之前 他還將我安排到Casa Loma的campus 所以我覺得就不會因為這個地方 可以跟問一下 跟隨便